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叫什么你们NBA的马布里是不是叫 他哪是马布里啊 叫什么呀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这不是马布里吧 那这是谁啊 我不认识 管的是谁呢 反正呢 是不是长得像 就是来CBA打球的一个美国球星是吧 就是像梁启超的前世今生 这个最近呢 我跟你说 有一些个这个这个这个标准出来了 那天我们讲了一个就是说是什么呢 恋爱起步价 就谈恋爱你至少月收入要达到多少 现在我们可以谈一个 多少 全国标准每月工资得5000块钱 你们上海女的是最高的 要求平均得七八九千块钱 才能谈恋爱 才能的一个月工资才能开始起步 这是高于这个上海市民月均收入水平 所以说呢 另一份标准一出来 很多人就大呼 就爱不起了 这标准 我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更惨的标准 这个标准叫什么呢 屌丝标准 当然最近有个政协委员 这政协委员 对来说事啊 说这个有些语言呢 现在网络用语啊 说现在这个传统媒体采用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注意 注意一下 他举出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屌丝 说现在 他认为 他认为这个语言受到了污染 但是实际上呢 子东老师好像讲过这个屌丝的概念 对 他能指所指变化了吗 他原来最早的意思是 是你们都知道吗 很粗的 是讲跟生殖器有关的 但是现在的意义就转化了 转化了就变成弱势群体啊 农民工啊 对意义变了 没有人会觉得 就等于说我们说吊儿郎当 吊儿郎当这个也是很粗的话 本来 是吗 吊儿就是这个吊啊 也是吊儿郎当 吊儿郎当 就是这个吊儿郎当 那么晃啊晃啊 这就叫吊儿郎当啊 对啊 精疲力尽 对吧 精神饱满 那很多我们的革命干劲 等等等等 你要追究上去 都是 可以追到书的地方去 可以干劲 真可以出一本春典 是吧 房中树大字典 但是 要不说现在讲科学发展观吗 什么词 咱们都要考其原 定其实 所以有人就定出来了 不是说现在那个小白脸们 整着说 我是屌丝 我是屌丝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叫屌丝的 你知道吗 就你可以看看 现在春节过后啊 网上出现的 你先看女屌丝的标准 没买过比基尼 没有亮色指甲油 从来不穿5cm以上高跟鞋 不会穿成套的内衣 就内衣啊 没有成套的 一个月 有5个月以上在减肥 不敢在众人面前 咧嘴高声大笑 喜欢走在男人后边 这个就是有自卑感 是吧 不爱或者过于爱照镜子 超过半年 没有换过新发型 完了之后 网上就有女的高呼 哎呀 我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这是男屌丝 绝大多数身上现金 不超过1000块钱 穿帽牌皮鞋 或者价格800以下的皮鞋 结婚以前 女朋友不超过三个 抽烟是20块钱以下的香烟 我认识的 那他抽的更便宜 通常只喝啤酒和白酒 而且这白酒是那种 两两块钱的 很不能是 年终福利不超过一万元 没有车 或者开10万元以下的车 三五年也难得出去 长途旅游一次 他的长途估计也出不了省 然后交际圈当中 没有什么有才识的人 整天拿着水货 或者2000块以下的手机 发微博装逼 这这这 难屌丝的标准 这个标准又怎么来的呢 他凭什么能够定这样的标准呢 他这是 倒是 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 就是从他的经济能力的角度 其实呢 更主要的标志 应该还是这种 弱势群体 又成天掉在网上 跟网络有关系 所以日本的这个动漫文化啦 之类的 对不对 我自己觉得就是 就是 约达夫活到了今天 就是一个屌丝 就又穷 没事干 就上上网 以前的说法 叫多余的人 但屌丝的意思 又有点演变 他还多了一些 人就说 这个人很土啊 很庶民 很草根 尤其在文化上的时候 也可以说叫屌丝文化 那这种时候 讲屌丝文化 就有点像什么 基本上很多年前 我没讲过 就台湾讲的台客 有点那种感觉 穿着拖鞋 咬着个槟榔满街晃啊 什么就 就好像看起来很土啊 很庶民 很草根 那个感觉 但现在有点变了 现在那个 韩寒嘛 说他是来自上海 郊区的土耕 的屌丝 韩寒都叫自己是屌丝 那这个屌丝的标准 到了怎么样的地步了 所以这个语意在变 它其实是一个 设置自我保护障碍 就是降低期待 就是你一个男的 如果真心对自己说 或者哪怕口头上说 我是屌丝的话 他对自己就不会有 那么高的一个期待 就有很多事情 高和考不到 我不进北大清华 那理所当然的 我穷是理所当然的 我买不起东西给你是 理所当然的 对不对 他对自己的定位 是一个互退的定位 这也很谦卑嘛 逢人都会说自己是屌丝吧 我没听过有人说 你知道我什么吗 我是高帅 梁朝伟都不会这么讲吧 屌丝一般找的女朋友 都是也有个名叫什么 土肥元 土肥元 你看屌丝 萝莉是什么 还有一个类似的话 叫萝莉 好像是网上说的 就是也是日本动物 出来的 女的年纪比较轻 是不是 是不是对应的 小萝莉 小萝莉 小女孩吧 大概是 我也不是很清楚 Lorita 那个Lorita 是吧 对小女孩 少女的意思 对对 郑泰呢 你们都考导了 我知道郑泰 但我不知道什么 好像是个漫画 还日剧来 这个我们可以发起一个 全国网友 教我们认证的运动 运动 我 咱们得一个一个的学 我查考了一下 这个屌丝啊 是有个源头的 在2011年10月份的时候 在百度的魔兽世界巴黎 有一个李毅巴 印度远 李毅呢 是那个时候是深圳 就有个足球队 是不是叫红钻呢 叫什么钻呢 反正是踢球的 助理教练 人称李毅大帝 人称李毅大帝 他的这个巴黎啊 突然间出现了很多人 自称这个屌丝 其实啊 是他的粉丝 他的粉丝 他因为他叫李毅嘛 所以就叫义丝嘛 本来就叫义丝 这个义丝呢 跟别的球迷大概骂 骂呢 别的球迷就骂他们是屌丝 没想到这个义丝们呢 很有自嘲的这个胸怀 坦然接受下来 就说我们就是屌丝 然后呢 就屌丝屌丝屌丝屌 然后这个李毅呢 一发一个什么东西出来 他就看见底下一串的这个人啊 他说很有趣 他说我看见底下一大片 都自称屌丝 但是他们说的事 跟我写的那个也没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那这个调碗一开始很怪 是叫什么丝吗 不是一般你做谁的粉丝 的简称 很少说豆文涛的粉丝 很少会叫豆丝嘛 都会叫豆粉 对不对 还就是什么粉 什么粉 所以就有些人 有些人是直接就是黑这个李毅的 因为这个跟铁 肯定黑这个李毅的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嘲笑这个李毅 因为他叫义嘛 他是个屌吧 叫伊布拉西莫维奇 伊布拉西莫维奇 就嘲笑他 本来是啊 但是这个李毅到后来看到半夜 说我自个都看乐了 就是这些民间的这种语言智慧啊 分层出不穷 于是这个屌丝啊 就传播开来 传播开来呢 哎 这也很有意思了 就是说 这个后来还添加了一种什么东西 什么味道在里面呢 有点自清自荐 对 但这个自清自荐后头啊 他还有 反而有一种尊严 就是你比如说 这又让人们想起周星驰的电影 甚至你更早的追溯啊 都能想起几分王硕当年这个所谓品文学小说的味道 比如说就有人说这个领导虐 领导虐虐虐虐虐虐待我呀 领导虐我千百遍呢 我待领导如初恋 犯贱 但是 但实际上他是用这种算完事不公啊 还是什么 他有他的一个反而有了个范儿 哎 屌丝 这是我的一个查考 这个其实就是那种 其实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现象嘛 就喜欢把自己装扮成比较草根 傻傻的 或者怎么样的 无所谓不懂事 比如说每个国家都大概都有一种 就要把自己看低的一群的这么文化 比如说美国人 那时候他们学小布什的时候 不是大家说小布什说话 老说错吗 文法不对 拼字拼作 蠢得要命 但是就有这么一批人会认同他 他们觉得这样子好 这才是我们老百姓 我想今天中国大概也出了这么一批人 也觉得这才叫老百姓 有些呢是相通性的 相通性的 那就是整个欧洲十九世纪 十八世纪啊 所谓起来的文学啊 各种各样 都是一个弱者去挑战一个 他都是看中了 就是说一个出生低的男人 看中了一个漂亮的女的 可能女的属于另外一个阶级 然后他想尽办法 最典型就是爬阳台 对不对 要抢到这个女的 这按今天的说法 就是屌丝逆袭 这就是屌丝逆袭 那么这种是 他们是歌颂的 因为他按照我们以前的说法 就是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 强调这种抢夺精神 那在中国呢 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是处于淋漁者弱者形象 我记得沈从文评论 尤达夫这个评论是最好的 他说就是一群青年人 就是看到了里边的人物 待中无前 心中心中多恨 然后看到女的又想要 然后又得不到 那个沈从文自己在北京 现在他们查出来 他北漂嘛 北漂不就越大夫去看他们 穷了一塌糊涂 他当兵不当了 跑到北京 想要写作 根本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其实就是也是一个 但是 表思有那么高的文化水平 你听我说 现在这个 我刚才讲这个是联通性 这个联通性就是 它是一个弱势群体 他拿出来 真的很苦的人是没空来发这些意义 能来发的都是稍稍有点空 都是饭头 有的吃的才来发这些牢骚 因为不管是当初的淋雨者 多余的人 弱者群体 就越大夫那种到现在的屌丝 都是饭已经吃饱了的 对女人想要药得不到的 那么现在出现的这个现象呢 是特别是跟网络文化有关 特别是受日本的动漫文化的影响 而且他还有一种什么呢 你比如他们说 碰见有那个炫耀的 其实他有的时候啊 是一种应对的态度 比如碰见那个有那个高富帅 或者郭美美这种炫耀的 所以很多屌丝的态度就给跪了 就是他反而是这么一个 他是一种有 对我们崇拜郭美美 他是一种有自觉的RQ精神 对 就是他RQ 但是他自己在嘲讽自己 他他显示出来那么一种态度 我记得你说过 是不是你转述的张爱玲说过 说上海人 说上海人什么 不大瞧得起别人 也不大瞧不起别人 也不大瞧得起自己 但他对人都有一份亲切感 倒不是 张爱玲所讲的上海人 跟现在讲的那个 吊丝的不一样 上海人骨子里 他是不认 他是看不起吊丝 他觉得人家是B3 他其实是B3 他自己心里 还觉得自己是应该做小开的命 晚上把条裤子在枕头下面 折起来 折出一条缝 上海人不是那个 吊丝的经济基础的社会群体 是农民工 第二代农民工进程 这个是他们的 上海人不是这个调 对 而且呢 他们接下广告 请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活的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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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但吊丝又多了一个另一个群体 除了农民工之外 就学生 就现在尤其特别多学生呢 因为今天中国社会跟二十年前不一样 这个社会往上流动的机会少了 很多年轻人大概觉得你看眼下楼这么贵 车也买不起 我将来毕业的时候找工作也困难 因为他估计未来几年都是这么在下沉浮浮沉沉 所以现在吊丝里面 我觉得最活跃的 反而是这种学生 就是再补充一下 就是扩招以后的学生 对 就是大扩招以后 有把很多小城市啊 农村的很多人都通过这个学校途径 进入到大城市 但他们生存 他们住的那个校园跟富士康一样 所以他们这个心里很不满意 然后呢 还有一批是什么呢 还有一批甚至自己根本 家里面说不定还算小康之家 但是他喜欢装吊丝 对对 这像什么就有点像英国 英国的矿工是有矿工文化的 他的矿工呢 就说话带某种口音 衣着是什么 比如穿那个皮鞋 要穿Dotter Martin那种鞋 就很硬的装铁片那个鞋 他有一些很英国年轻人 明明自己住的很好 自己是中产阶级 甚至上层社会出身 他偏要学那个口音 学那种衣着来认同那种文化 但是现在是个巨大的文化现象 Google搜吊丝 这个四千多万 对 我跟你说 一般屌丝喜欢自个 说自个是那个矮琢丑嘛 矮琼丑啊 有个屌丝自己总结的是什么呢 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来划分 屌丝应该是包括了赤贫人群的一部分 农民工 城市小手工业者 产业工人 不满现状的企业雇员 流氓无产者 困恶的三本狗 砖壳狗 这是三本 这都是新词 三本狗 砖壳狗 总的来说属于社会的中下层 这个 当然 这只是屌丝们营造的自我形象 在现实中 屌丝是你 屌丝是我 屌丝是每一个愿意把自己视为屌丝的人 最容易找到屌丝集中群的一个地方 就是百度贴吧 你同样一个话题 然后你打梁文道三个字 你在新浪微博搜 你到百度贴吧搜 就会搜出不一样的效果 百度贴吧就多一些骂 多一些出口 但也多一些真诚 没有很文雅的字 但是有时候会把你骂的 就是他根本不相干 你就好像打个比方吧 你在新浪微博上 你就好像在大学的课堂上上课 但是呢 你一到贴吧呢 你就站在街上了 你就对着很多小贩在说话了 就人没有对你的那种假尊敬 你在课堂上 学生就算心里不习乱 新浪微博都已经叫课堂了 有一点 新浪微博有一点 但是百度贴吧 你们有空可以去玩玩 那就是个屌丝的天堂 屌丝的天堂 反正呢 他们说这个屌丝的反义词 就是高富帅 但是刚才我们说了 没人自称高富帅 李商江儿子也不说自己高富帅 虽然很高 对不对 高富帅其实是就是说 这是被贬义的 其实现在是 因为中国的多年的一个文化 是仇富文化 咱们从49年以来建立的一个文化 就是生活中人人都想富 舆论中人人都装穷 就是说这个很深 所以是吊失这个词之所以可以从这么建的一个词 就是说实际上的所指 可是现在上升到这么流通的一个能指 这个就说明中国的仇富文化 是一个广大的空间 你讲到这个我就又想起 他们有人说 说是这个李商江儿子这个事 就说有些人聊的那个就高了 他说呀 这个事是反映了什么呢 其实他们就是个靶子 但是就反映了要不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吗 就是说这些个某些个所谓的精英阶层 相信这个马克思主义等等 这精英阶层 要警惕什么由圣自己的孩子 由圣西门变成西门庆的可能性 都是西边的门 然后呢 都是西边的门 还引用了一个案 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圳一个场合里还讲到 就说是这个社会利益 借机利益的这个固化 就说这个阶层 这个反礼会形成这个反礼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 比如说八十年代的时候 好像机会还很混杂 至少是 但是现在呢 这个这个利益团体啊 越来越固化 甚至于呢 有这个世袭的态势 这也就是说 你那些屌丝 或者说很多这个中下层 一种绝望啊 就是你没机会 所以我就为什么他讨厌那些个 教人成功的 我觉得就看着都像骗子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社会 他有机会吗 他卖羊肉串 他让他去 那什么的街头摆摊 让那大学生创业 有几个能创成李嘉诚的 你这是 那个固化是97年就房改开始 其实到现在哈 也就是我们的 枪枪的15年 就是这15年 中国人除了你做生意以外 你怎么对待房子 就决定了你今天在这个社会的阶层 就是你买不买房子 房子的增长 的这个价值的增长 就使得现在的社会阶级这样分化 就是屌丝是靠两个东西建成的 一个是房子 一个是网络 我觉得我们这15年就是 最初从屌丝开始讲点黄段子什么的 现在登堂入市 你以为 你以为 伴随着中国利益阶层而崛起的节目 我们始终坚持屌丝的立场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呢 混的还行 你以为 你没见过混的行的 对买家居的前前后后 我都有要求 你懂吗 他们懂 133位红星梅凯隆家居服务专家 让您全程书心无忧 懂家居更懂我 红星梅凯隆一领家居27年 雪花唇生 中国古建筑摄影大赛 全国启动 妇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 仿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盐进胶囊 两千七百年酿酒传承 八百年 人民教士 三代国家酿酒当事 珍藏石教 口子教 哎 说说说 屌丝 我想讲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种 就是利益固化了 然后 屌丝呢 就大部分就要出来说 认自己是屌丝 但这里面还有一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我们说到 很少人会说自己是高帅富吧 这些利益兼顾的群体也不大愿意说自己高帅富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在文化意识上 其实一样也是利益兼顾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们注意我们 同样是市场经济啊 别的成熟的市场经济 美国 香港 英国 这些国家或地区 你会发现 他很有钱的人 没有像我们这里这样子喜欢炫富 他平常 比如说马会啊 这种会 俱乐部 他不会卖广告的 但是你要来 你就报名参加 选不选你是我们的事 但在中国的俱乐部 是拼命卖广告的 所以这是给极少数人的一个东西 所以变成这个社会上 好像有一些东西是exclusive 极少数的专攻某些人的 这种意识是很深入明心的 所以那个前一段 我听说是咱说过的 马云在一个场合还讲的 说北京这个雾霾啊 大概意思说他很高兴 特供空气 对 说过去这些个干部 他们什么都特供 反正现在好了 空气没法特供 其实空气有特供 你没听过吗 就前阵子不是揭发过吗 去年就说有一些 政府的办公大楼 他们装了一种非常昂贵的 一种空气的进化设备 进化设备 对 那真是 那真是 把我们当成了毒气室了 对 是吗 他们是高赛夫 把整个我们当成了毒气室了 对 你在高速公路开车 你会看到一个巨大的广告牌 全球警时三席 对不对 常常有这么一个 某一个房子 什么文物精华 对 特别强调 这个非常奇怪 在这种广告的场合 人家都是做最大众的东西 什么洗澡 水 轮胎 对 路边的广告牌 这是要给最多的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 文明启示录 是 谢谢观看